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周玉寇的争议言论犯众怒 NCC说收到了95件的申诉 而且当场大动作 对周玉寇的节目开罚40万 不过不是针对张淑娟 被抹黄的投诉 而是裁罚 周玉寇去年12月 在中二选区立委补选的时候 在节目上指控说 有人拿了10张身份证去投票 结果这件事情 拖了9个月才开罚 NCC解释说 因为行政处分必须要周延 可是先前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有艺人在脸书上面说 很多孩子都走了 结果行政单位动作有多快 马上听到出来说 这是假消息要罚300万 对比周玉寇在媒体上公然造谣 结果只罚了40万 难道是做个样子来平息民怨吗 那么现在周玉寇的节目 被发配编较 而周玉寇也请假了节目的主持 不少人质疑说 这背后是不是有看不见的力量 想要让他去避风头呢 结果在这个敏感的时机点上 NCC竟然还可以立刻拿出一件 9个月前的旧案来开罚 难道背后有所谓的国家机器 在操控NCC吗 李文 这个周玉寇这样子污蔑辞迹 我们都没有看到NCC出来讲过一个字一句话 那现在呢 因为呢 这个张淑娟去告周玉寇 结果闹得整直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完全不堪入目 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呢 感觉上就是民进党高层做了危机处理 所以呢 民事马上把他稍微这个冷处理一下 也没有真的停了他的节目 只不过呢 把他的联播取消而已 因为呢 我怕 我觉得啦 他们如果真的把这个周玉寇 节目通通取消的话 又怕周玉寇太过反弹 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 NCC收到了高达95件检举的申诉 然后呢 拿了一个成年老案 小小的对民事开罚了一个小小的40万 你想想看 当时他们要整中天的时候 开罚中天多少次 直接对于应该受到言论自由保护的 这些节目来宾所讲话的内容 都可以下毒手 直接开罚中天 而对于一个主持人公开的 不断的在节目上 用这种假讯息捏造污蔑 影响选举结果 然后现在呢 直接污蔑 在台湾最道德指数 恐怕没有人比他更高的词迹 然后也直接在节目上面 用这样的一个选举 用他的这个节目的公器 直接去力挺某一个候选人 不惜去把一个不相干的第三者 拉进来 用不堪入耳的各种行行会会的故事 来污蔑别人的人格 结果呢 这些NCC都没有反应 所以他现在罚的这40万是什么呢 是去年12月立委补选 成年老案 说有一个人拿10张身份证去投票 怎么可能发生在现在的台湾 有什么笨蛋会去相信这种话 那他居然可以公开在电视上面讲 然后完全没有后果 现在拿出来用这个作为理由 小小的开了他 开罚40万 40万 又罚400万嘛 差不多 40万 处理这么久 只是因为接获检举之后呢 他有很多很多的程序啦 所以才拖这么久 反正就轻差公共而已嘛 那接下来 我们看到对比 当时郭彦均说 看到这么多孩子就这样走了 因为当时在今年 整个疫情肆虐的时候 很多的小朋友就忽然重症死了 大家都非常痛心 而且家长很惊慌 结果我们的指挥中心 拿不出任何办法来 只有叫他闭嘴 还说散播谣言要罚300万 那这个 这个周玉寇不知道 这辈子散播过多少谣言啊 好了 网友就说啦 NCC处理一个9个月之前的旧案 然后才轻轻的罚了40万 做做样子平息民怨吗 这就是NCC啊 要不是周玉寇暴走被检举 难道会对周玉寇开罚吗 这个时间点 这个举动 这个理由 有长脑袋的 大家都看得懂啦 那没有长脑袋的 我也没办法 那前立委 言宽恒 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了 因为整个选举过程当中 他都被修理啊 都被绿媒修理啊 NCC迟来的裁处 根本不是正义 反而是更大的不公不义 去年在补选期间以周玉寇为首的 一言堂 对他跟家人八个节目 24小时轮番轰炸 中二选举有18个检举案 NCC只开罚了这一件 而且呢 还是快要一年以后 然后呢 对比连续开罚中天上千万 NCC抓一放酒 根本就是个笑话 然后呢 当张淑娟在质疑 这就是一个最痛的质疑 一般老百姓 没有媒体空气 去质问周玉寇霸凌 没有麦克风的人 所以这背后的整个的 扭曲病态的结构 我就说啊 这些电视台 这些广播电台 才是真正的共犯结构啊 NCC敢处理吗 不敢 只能纵容 因为民进党要靠这些人 才有选票 如果没有这些绿媒 长期的指路为马 没有这些绿媒 长期的帮他们带风向 民进党怎么可能 骗得到这么多选票呢 徐晓鑫说 周玉寇这四年来 还拿了政府的标案 870万 所以买账的 不是只有陈时中而已 只是陈时中在风头上 网友觉得 40万根本就是轻乏 政府的标案 喂养资源 根本不怕 再拿个标案 就赚回来了 掌握特权 还有favor 会痛吗 所以事实上 大部分的网友 大家其实都是看得懂的啦 台湾是一个 怎么样的扭曲的一个政府 一个怎么样的扭曲的当权者 已经完全把台湾 最重要的民主法制的基石 全部都腐蚀殆尽了 台湾已经摇摇欲坠了 NCC针对去年的立委补选争议 开罚了周玉寇的节目40万 那么当时遭到了周玉寇重伤的 严宽横就跳出来感叹 他认为迟来的正义 不是正义 是不公不义 他说当时以周玉寇为首 有个一言堂 就是专门议论严家的堂 8个节目对他的家族 是24小时的轮番轰炸 结果现在总共18件的检举案 就只罚了一件 而且只罚了40万 他说对比连续开罚中天上千万 认为NCC叫做抓一放九 认为NCC的行径 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慧恩哥怎么看 这个严宽横 其实去年我想 其实很多人都洗了一个三温暖 就是把陈伯维罢免掉 大家很开心 然后可是补选的时候 这个林静颖赢了 然后大家开心又都不见了 那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绿媒 或是周玉寇这样的 他是一个国家队 国家机器的出动 因为博选嘛 就全部的焦点就集中在严宽横 包括严家之前的那些东西 就是念过去 对国家队没有输过 那为什么陈伯维那时候 罢免会成功呢 因为国家队没出动啊 那时候台湾基因老师 我们自己来啊 你自己来 反正你要维持 你政党的这个主体性 你要自己来 自己来就是 你就是输了嘛 那到最后 你看现在后来这个陈伯维 也离开了激进党 故事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是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光晴之前讲说 这个如果陈时中当选的话 座玉寇是背后里 请大家看 这个是严宽横案件的受益者 就是林静怡啊 林静怡呢 他以前是不分区域 他也没选过 然后呢 第一次下去选呢 就跟这个严宽横呢 这个电枸机 那他是敬佩寇解的坚持啊 这逆风啊 逆风啊 大家闪都来不及的 可是林静怡他 他又去送花啊 送花 写卡片啊 写什么 亲爱的寇姐 大家爱你 没有我 什么叫做 大家爱你 你嘛好了 立法委林静怡啊 人家是这样敬佩寇姐的 他是获利的人啊 他就是周一寇 你去拈严宽横 然后林静怡他 我现在感恩的心啊 那观众朋友 你看那如果陈时中当选呢 陈时中去周一寇节目去几次 这光晴讲的对不对 当然对啊 如果陈时中当选台北市长 背后林当然是周一寇啊 各位观众朋友 还有58天才投票 58天 你没有听错啊 如果陈时中当选了呢 主持人我们当天会开票嘛 如果陈时中当选了呢 你要请我吃鸡排吗 他说我请你喝饮料 不是啊 那他可能会当选啊 还有58天啊 各位都是选将啊 你们选举都有 如果陈时中当选了 周一寇说你看哦 我那时候打讲话 周一寇变工程啊 不是这样子吗 就很像现在林静怡 感恩图报一样 不是同样的逻辑吗 所以周一寇其实他是在复制 他帮林静怡的那个模式啊 所以你看林静怡说 我被人家这样置疑 我还是要回报周一寇这恩情啊 那只是周一寇 他在选择题目的时候 他跟蔡玉珍去商级的无辜的这个张女士嘛 那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那如果你 他现在讲说什么什么姓张 姓蒋什么姓郭什么的 他就继续上面打 这个层级有比较好吗 在我看来跟你去讲人家那个 人家什么什么开房间那个滚船 一样的低级啊 可是也没事啊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我们实际的状况是这样 周一寇这些年 来主席我也很公平的讲 这个是阿中嘛 这是谁 这是谁 对不起啊 这个是谁 你们也都很好过啦 周一寇一 他在我们这圈子能够混50年 他不是会混假的啦 他都会死去那里啦 他的行事风格 所以我说他这个暂时休息之后 因为他是被请假嘛 暂时休息之后他回来 还是一样 只是他不会再去这么辛辣 可是他还是会想办法去帮陈时中 想办法去帮民进党 这他的路线是不会改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